李广拿起烤羊腿就大口朵银 一口接着一口 胃轻稍微稳雅点 用刀划了几下 撕下一大块塞入嘴中 汉武帝带着一帮武将 来了一次野外露营 然而获取并面对美食 干喝凉水却不吃肉 只因他不喜欢自己切肉 汉武帝发话了 那你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多带上几名刨厨不就行了 李广当场震惊 打仗还得专门带厨子 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呢 他当即以过来人的姿态 同甘共苦 可获取并听后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 没将者并不一定要跟士兵 有同等的待遇 要赏功罚过就是了 可以积极士兵对胜利的渴望 只要让他们知道 如果仗打赢了 要什么都有 额必拘泥行事 李广深知 说千到万军功没人家多 争下去也只会自取其辱 于是自嘲一声 说自己阿特勒 此刻大将军未清开口解围 说与将士们同甘共苦 还是必须要的 怎料小货的是不饶人 连亲舅舅都对 带兵打仗 需要的绝对不是行仁义 将帅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仗打不赢 就是天天和士兵同甘共苦 也是个无能之将 李广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说话就好好说话 怎么还带人身攻击 获取并说话虽狂 但人家有狂的资本和实力 汉武帝也是真惯着他 孩子胃口不好 想吃点好吃的怎么了 这都不是事 他直接许诺于小货 回头就从宫里挑几名御厨送给他 小货瞬间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随即还令李广出击右北平 负责牵制匈奴其他兵力 由于李广是个路痴 汉武帝这次专门为他配备了 大汉朝最强GPS导航张迁带路 而大将军魏清则被武帝血藏了 美名其约坐镇中央监视匈奴王庭本部 说白了 就是要限制魏清的军功 让小货上位 为此汉武帝特别拨给霍具兵一万骑兵 全军任意挑选 只要是小货相中的 直接调走 一句话 准备一定要戏 出生前 这样亲自点验 称明白 小货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 组建了一支与众不同的特种兵部队 里面的人各个身怀绝技海纳百川 有武艺精湛的匈奴人 刀枪剑技 十八般武艺就没有他不会的 一个人就是个活动兵器库 还有瘦小的枪族人 他的特长就是嗅觉 单凭鼻子就能找到水源和方向 堪称活地图 更有魔武双修的大能者 上马提刀斩敌将 下马夸包化兽艺 总而言之 这批人就是大汉朝的特种兵部队 是专门刺向敌人的尖刀部队 好啊 野路的加野路的就是新路的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如果你霍具兵再多读点 孙子武器的兵法 仗就打得更漂亮了 汉武帝震惊 他让霍具兵多读兵法增加之势 霍具兵完美诠释了年轻气盛 连大老板都照对不误 说打仗是要因地之一 因实力道 不能只看兵书 你说对吧 你讲 也就是你霍具兵敢怎么说话 很像朕 骨子里像 而这也是汉武帝对霍具兵 恩宠配置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连年大战匈奴 但是他只能坐手深宫 而霍具兵无拘无束的性格 简直就是骨子里像他 他希望霍具兵能代替自己上阵杀敌 公元前121年 霍具兵率一万特种兵从农西出发 犹如一道闪电向匈奴的部落杀去 霍具兵用兵讲求集中力量攻击1点 来如风去如电 打到哪知道哪 没有后勤的约束 因此霍具兵所不 仅用了六天时间就转战千余里 犹如催哭拉朽般 扫荡了匈奴的五个王国 霍具兵的闪电战法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收缴战利品 不留败居俘虏 谁让你停下来的 可是这缴货 统统扔掉 不要让这些小货成了我们的父带 可是 这些俘虏怎么卖 你们看着办吧 把这些俘虏都给我射杀了 一个不留 此刻的齐连山 是匈奴魂爷王不占据 当魂爷王听说 汉朝一只一万人的骑兵 人手之两把西瓜刀 就从河西走廊东边一路砍到西边 硬是将盘踞在岩之山的主力军 修徒王给打跑了 将其祭祀上天的金人也给夺走了 现在这支汉军的特种部队 已经进入魂爷王的领地了 听完汇报的魂爷王 气得牙根直痒痒 这或平日里那牛逼跟我吹的 说他曾经是修罗血徒八百里 所以采取了个修徒王的名 今天才遇到一万汉军救他娘的歇菜了 希望冷静 汉军连日远征 我想肯定已经人马疲败 是强如吃墨 金密迪迪已派人去联络修徒王 等明日合力围剿汉军 今晚就好好休息 怎料刚入夜 历史再一次重演 前有魏清夜席又闲王 今有战神黑马踏王杖 对了 金密迪日后可是汉武帝的托孤仲臣 单其辅佐汉昭帝的重任 生前鞠躬尽瘁 死后被封为靖侯陪葬茂陵 他的子孙后代因忠孝显明 七十不衰 立一百三十多年 为巩固西汉政权 维护民族团结 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武帝在用人方面上 珍世海纳百川 不论出身不论地位 能者胜任 这才造就了汉朝人才 辈出的一个时代 书归正传 魂爷王在第二天才得知 霍去兵突袭了他的营宅 还抓走了金密迪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 霍去兵闪电战法的可怕 当修徒王来的时候 两难凶难地乡是无语 不是自己无能 而是敌居太猛 虽然大汉朝在霍去兵的闪电打法下大姐 但汉武帝觉得这只是小事牛刀 他打算成胜追击 在匈奴人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以这些蝉鱼一定以为 河西防御会有一短暂的宁静 朕就是要鼓励他的这一想法 汉武帝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利用人的意识差 打他可出其不意 为此他决定 命张千里广再出右背平 寻求与左贤王所部作战 或去并一刻也不停留地 重返河西走廊 以同样的章法 同样的战术 一次把匈奴打到怕 大将军魏青认为 汉武帝想得太美 匈奴人很难被同一石头绊倒两次 挑起将军最大的优点 天生富贵 从不受宽诉 我们打都赢 别看现在的魏青如此保守 在年轻时也是打闪电站的男人 直到龙城八百里 如今还记忆犹新 但现今身处高位的他 统帅三军要为全军负责 不得不便地保守谨慎 小货纳涛只能作为大汉朝的尖刀 这部被派去与获取并会式地 做尖刀的公孙奥 他就完美全使了这个礼 别说尖刀 一整个公孙奥军团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迷路了 或去并一看 这还会合个毛线 通天带要带飞 你都把握不住 小皮鞭一抽 五虎起飞 或去并狂飙突进 孤军深入敌军 来回穿梭河西走廊 把闪电战法发挥到了极致 左相披靡 又把修徒魂羊羊二王揍了一顿 两位王爷狼狈逃窜 此一战 或去并锁部斩杀和俘虏匈奴累计十万多人 俘虏中包括匈奴王子金秘笛 其五个部落国王和王母 参与胭脂和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将军当户都未合集六十三人 你马这才二十岁 这也太猛了 真是你我的二十岁 在战后总结大会上 或去并特别拿出了皇上亲自的紫金唇 这就是汉武帝给他结婚的时候喝的 而或去并当时一口回绝武帝好意 并说出了一句旷顾绝金的名言 匈奴未免 何以加为 今天我们打垮了匈奴二王 这碳酒我们大家一起喝 因为或去并这一举动 这条金拳河水后来被称为酒拳 汉武帝再次设立了酒拳锯 也就是现今甘肃的酒拳室 或去并这边已经搞起庆功宴 另外一边的李广却再次陷入苦战 按照计划 李广率四千居其先行出发 结果大汉朝人体GPS张谦竟然迷路迟迟迟未到 导致李广的四千人被匈奴左贤王四万人包围 好在李广出的是肉装 持续与敌军苦战两日 张谦的一万主力军才赶来支援 逼退匈奴大军 此战过后 按照汉略 张谦与公孙奥银耽误了预定的日期 当处死刑 但其出钱赎罪 最终被降为平民 李广的军功和罪则相当 无赏无法 匈奴缠于王廷内 大缠于一致邪此刻气炸了 我尼玛 被二十岁的小年轻 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战法 干趴下两次 不好好奖赏一顿断头饭 给修徒魂邪二王 我这个匈奴缠于之位就不用做了 派使者 去河西赵修徒王 魂邪王 来王廷述职 快去 是 现在摆在两王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被大缠于弄死 要么投降于大汉朝 以使为剑客之星体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